八點哥今天講鎮宇房子跟鎮宇獻金的故事 沒有聽到的朋友你很有可能 把你阿公送你的房子賣掉的時候 多繳三百萬的房地合一 這個故事裡面阿公送孫子九百萬的一個透天 鎮宇稅完全不用繳 然後房地合一也不用繳 怎麼做到的 八點哥一次給你講鎮宇稅跟房地合一的故事 這個阿公在一百一十年的時候 他看好一棟九百萬的透天錯 他打算送給孫子 那這個透天錯呢 市價九百萬元 那這個土地公告限制跟房屋的平定限制 加起來合計是一百八十萬元 好故事來了 民國一百一十年 阿公跟阿嬤兩個人分別贈與這個孫子 現金兩百四十四萬 加起來的免稅額就是四百八十八萬 送現金嘛 完全都不用不用稅金 不用不用繳證你稅 阿孫子手上是不是有四百多萬 所以阿公跟孫子一人拿出四百五十萬 共同去買這一棟透天 九百萬的透天 然後阿公跟孫子 各拿到二分之一產權的權狀 完成登記 接下來進入這個故事的主題 隔年一百一十二年 阿公跟阿嬤 再送給這個孫子 兩百四十四萬 這個部分也是免稅 阿孫子又再拿到四百八十八萬對不對 阿公阿嬤不用講鎮與稅喔 然後孫子從這個阿公阿嬤給他的這個四百八十八萬裡面 拿出四百五十萬 跟阿公買另外二分之一的產權 阿公把這個房屋過戶到孫子的名下 到現在為止 是不是孫子用兩年的時間買到這一棟九百萬的一個透天 那在這個故事當中阿公很厲害啊 除了鎮與稅免繳之外 阿公的房地合一也不用繳 鎮與透過兩年的時間阿公阿嬤各送出四百八十八萬 這部分鎮與稅不用繳嘛 那房地合一為什麼不用繳呢 依照這房地合一的稅率阿公在兩年內出售這個透天的房子 理論上要用四十五趴的稅率來繳 但是因為阿公的出售金呢 跟他買進來的金額都是四百五十萬 所以他沒有賺孫子的錢 只要在房子產權過戶給孫子的 之後隔三十天內去國稅局申報 這樣就好 房地合一一毛錢都不用繳 搞定 那阿公在移轉這個土地十分 二分之一的時候 他只要依照這個土地漲價總數額去繳 土增稅 一點點的土增稅 然後孫子在取得二分之一的房屋產權的時候 也繳了六趴的這個契稅 所以這樣講 阿公跟阿嬤用兩年的時間 就送出了九百萬的資產 不用繳正與稅也不用繳房地合一 超厲害的 那假設孫子自住 天入戶籍喔 住滿六年 然後因為可能想要換電梯他的逗天啊 所以他把這房子賣掉 那他取得成本是跟阿公買了九百萬嘛 那他用一百一千一百八十萬把它賣掉 是不是因為他住滿六年還是漲價啦 是不是賺兩百八十萬 那因為賺兩百八十萬還是低於房地合一 他有四百萬免稅額的規定 就是住滿六年有四百萬免稅額的規定 所以一毛錢都不用繳 那如果阿公是直接送房子給孫子 因為土地跟房子限制只有一百八十萬 送房子雖然是完全不用正與稅啊 但是如果孫子再取得這個阿公送他的房子 之後住滿六年再賣一千一百八十萬 國稅局會認為孫子賺一千萬 扣掉四百萬的免稅額 其他的六百萬要繳十趴 等於就是繳六十萬 而這部分其實還不多 但是你要想很多孫子拿到阿公給的房子 然後馬上會做什麼的動作 他會轉手把他賣掉 很有可能他阿公買九百萬 他就八百八把他賣掉 可是你知道嗎 國稅局會認為孫子他賣八百八 他取得成本是一百八 所以七百萬繳十五趴 他要繳三百一十五萬的房地合一稅 有沒有很恐怖 有沒有很可怕 很可憐啊 就是不知道法規 你就是要繳稅啦 是不是這樣講 發電哥這件事情很重要 真的一定要跟你分享 不然我沒辦法睡覺 已經很多故事很多案例出現了 從一百零五年房地合一上路之後 你千萬不要送房子給孫子 也不要冒冒然就用鎮宇的方式 送房子給小孩 你這個樣子會出事的啦 太走了 很可憐 你真的不知道 你怎麼會出事 你pra